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变化成一个立地货 告诉太子实情 让他回去通过皇后了解真假 进一步核实国王是否在说谎 从小看这一节 觉得很新鲜 孙悟空居然变化成一个小人 告诉太子实情 但长大后却非常这疑惑 为何孙悟空要这么搞 直接告诉太子不行吗 这立地货三字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中国古典文集中 从未有这个东西 我们先看原著是怎么介绍这个立地货的 三藏道 殿下 贫僧不知 但指着红侠内有一件宝贝 叫多立地货 他上之五百年 中之五百年 下之五百年 供之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 便知无父母养育之恩 令贫僧在此久等多时矣 太子闻说 叫 拿来我看 三藏扯开侠盖儿 那行者跳江出来 啊呀的 两军乱走 太子道 这星星小人 能知甚事 太子才问道 立地货 这老和尚说 你能知未来过去吉凶 你却有归宗 不 要是做事 评书句断人祸福 行者道 我一毫不用 只是全凭三寸舍 万事尽皆知 然后 他就啪啦啪啦 说了原有 弄得太子将信将疑 但回家还是硬着头皮 问了母亲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 最终核实了老国王和立地货 没说假话 立地货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 货 即化身为宝贝的意思 即使孙悟空化身为宝贝 帮助皇帝上位 其实这只是从字面上解释 非常牵强 据西游学者李天飞考证 他怀疑这个称呼同西方一位神秘人物有关 他认为 基督教耶稣有专称之意为救世主 拉丁文正是 后来演化成 英语里写成 西班牙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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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大致翻译为 利地墨或 利地货 西游记写成 利地货 也许是翻译的不准 也许货 或 行进 搞混 此外 他还指出 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带来的耶稣像 正是放在戴曹图金的木质和壮神坛里的 利马斗中国炸记 这和孙悟空变得红金击侠也正相似 所以 这个莫名其妙的利地货 很可能就是比着传教士们 带到中国来的耶稣像写的 但是 二寸长的耶稣 怎么变成了二寸长的小和尚呢 这也不奇怪 因为早期传教士 就是被当作和尚看待的 教主自然也是和尚了 李老师的这个解释 我牛认为有一定道理 不知大家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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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